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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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阿妹演唱會最終場 找來王力宏當神秘嘉賓 兩人親密互動 見位現穩 全場嗨到最高點 因為雙方真的是久違同台 多久了 我們有十年沒有同台過 過去兩人被爆料有過一段情 阿妹也被推測 可能是李靖磊五千次長文中 所提到的緋聞女友 當年王力宏約了18歲的李靖磊 去看功夫 而阿妹就坐在最後面 等於是看了同場電影 電影散場之後 雙方在門口巧遇 當時王力宏神色尷尬 卻也不忘介紹他們互相認識 回顧王力宏跟阿妹的戀情 可以說是轟轟烈烈 2000年王力宏把阿妹寫歌 進而簡訊傳情 還曾在上海牽手走紅毯 據傳阿妹曾飛紐約找王力宏 王力宏也介紹家人給阿妹認識 不過事後卻在合照中將她修掉 而王力宏被拍到參加阿妹 在台東家鄉的豐年季 進出對方家 卻始終以朋友相稱 不認戀情 讓阿妹很受傷 最後王力宏跟不接阿妹電話 阿妹向范范訴苦 范范用自己手機打給王力宏 就接了也讓阿妹傷透了心 而2006年舒淇幫王力宏拍攝 第一個清晨的MV開始傳出緋聞 甚至在日本買戒指 之後2010年拍戀愛通告 也傳出跟劉亦菲傳情 還在歌詞中用蒼頭詩告白 網友摊開歌詞 發現雙數劇第一個字拼起來 變成劉亦菲是你 超強發電機幾乎每個女星合作 就傳情 真的只能說是才子多情 TVBS新聞莊全神講的喔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停鈴鐺